爱情公寓电影 爱情公寓电视剧的粉丝 看看第一批入场看电影的粉丝的反馈 真的就只有失望了 果真像网友说的那样 是南派三叔的盗幕笔记 为了强行吸引爱情公寓的粉丝 补拍了在爱情公寓里发生的故事 但是电影本身和爱情公寓根本没有关系 甚至连主角的名字都不是爱情公寓中的 袁洪饰演乌鞋还不算雷和 陈和饰演张启玲小哥 这下真的不仅得罪 那爱情公寓的粉丝 连盗幕笔记的粉丝都一同得对 难怪首映现场变成了大型托粉现场 很多粉丝根本坚持 不到电影放映完就纷纷离场 看到这样的剧情 真的不难理解王传军和金世佳不赖出演了 其实是没有我不是要神 我相信王传军也不会出演这样的欺骗粉丝的电影 与情怀无关 这已经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了 不能理解那些选择出演的爱情公寓的演员们 怎么会煽情在镜头前表现对爱情公寓的不舍 这明明是刀幕公寓啊 很多粉丝也说了本来对李金明 李家旁还有很大的好感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接这样的电影 虽然首映票房已经突破两亿了 但是显而易见电影的口碑会创作中国影史的新低 说不定可以和祝梦演艺圈较量一下呢 那些买了票还没来得及看的粉丝们还会去看吗 没买票的粉丝们还要买票吗 口袋电影口袋军一星二十分真的是爱情公寓乱入盗墓笔记 中国电影界的耻辱国产烂片元素的粗麻将士级大成者 山寨BGM瞎山情 盗版盗叫 诈聊居然在盗墓只是发朋友圈 微信红包叫外卖 开直播 发弹幕 卖广告 抓拔机 为了圈钱